前方案记 由于目前油屋飘往案记 油屋清理小组人员 穿戴吸机防护衣 口罩 防护鞋进入污染区域 案记储屋小组 携带高压清洗机 朝间带两用储屋机 片状吸油棉 水状吸油棉 聚笔期附油球等器材 针对受污染区域 进行案记储屋 请看 目前采样小组人员 携带采样设备 进行水质采样工作 考量海滨公园 摊案腹地较大 为有效缩短应变时效 本队应变人员 驾驶沙滩车载运储屋装备 前往运处 救援沙滩车为 本署110年采购新波发之装备 沙滩车具有四轮传动功能 能克服地形障碍 缩短救援时效 提升救援效能 装备介绍 沙滩车引擎为直立单缸 水冷四行程 排气量500cc 油箱容量16.5公升 最大速率40公里 最大载重130公斤 目前油屋清理小组人员已进入污染区域 进行暗计油屋清理 试灾害情况完成管制区域开设 并划分为冷暖热区 热区又称污染区或禁区 一般以红色标示 为事故地点周围可能遭受污染机区域 暖区又称影响区或除污区 一般以红色标示 为热区与冷区间缓充区域 主要公用为除污 冷区又称安全区或支援区 一般以绿色标示 会受污染或以除污之区域 行动记者得在冷区之外 接续4000张症状细油棉 呼放于出入口 避免人员除污作业 遇动时造成二次污染 适用于覆盖大区域的工作环境 其特性除了避免人员作业造成弱势污染之外 利用紫兮油护肌水之特性 来西部靠近海面上的海面油污 并使用高压提起机 和桥肩带养用毒污漆 在冲击厘区周边 纤维上锁状机油棉 承续部冲击掉厘区上的大部分油脂 最后运用偏重机油棉 聚笔基数有效 西部抗机油屋 介绍本次暗器图屋机设备 出风能协式机油器 主要用于各式水面地区 油污染事件发生时 能技术与椰片 汽取污染水面上之各式油品及化学品 椰片本身具有清油渐水特性 是目前特殊集油器中含水率最低之一 西油材料由180dB水面均纖纖纖纖纖纖纖